本來我們香港的酒店入住率 去到九成 來香港的遊客屢創新高 但是去年六月後 香港遊客大幅下跌 去到去年的年底 幾乎百分之五十 基層市民打工仔隊 一個卑微的願望 就是在香港能夠安居樂業 我們的飯碗不要被人打爛 繁華勢力 講了很多抹黑的說話 其中一個對他們說的 就是影響香港的投資環境 外資會撤走 在這裏我簡單反問一句 若果日日出現暴力 出現黑暴 甚至殺人放火 你說有誰肯來投資呢? 大家見到過去發生的事 有大量破壞一國兩制 是挑戰國家主權的事 起香港發生 任何一個主權國 其實都沒有辦法接受一個制度 長期是有國家安全的漏洞存在 而去堵塞 國家安全的條例 法例要出台 可以說是萬眾期望 是不是要支持國家安全法呢? 這是我們香港未來能夠 繁衛強制救安的唯一出路 我不認為23條 或者我們這次是港版國安法 是洪水萬數 反而是應該成為我們香港 未來行為意義的 長久基石 謝謝